一年半的时间对于对夫妇来说呢 无疑可以有很多的改变 而对于曾经遭到家庭重创的文章和马依丽来说呢 更是如此 近日啊 文马在不同的场合分别被媒体捕捉到 眼下两人的婚姻状态也是一目了然 手撑电线杆还住小女生 施展出这传说当中 壁东升级版电线杆东的不是别人 正是文章 不过大家可不要误会了 文章此番霸气肆意的动作 可是为了他自己的电影导演处女作 很认真 很拼 然后每天都会对一些很具体的小事情都会非常看重 早在电影开拍后不久 参演本篇的小宋家就曾经大赞文导的工作态度 而当天轻易求情的文章也是亲自上阵给演员讲戏示范 只是他光头金链子白提黑短裤 外加略显发布的身形 让人提前嗅到了一次中年的气息 我拍摄周期睡觉平均三个小时 我发烧感冒了 还受不了功 很饿梦 昔日小鲜肉如今成了布局小节的拼命导演 文章辛苦付出的背后正是家人的支持 此前就有媒体拍到妻子马亦利带着女儿爱马深夜前来探班 眼见文章拍摄进入家境的马斯林 近日也是放心下来 被拍到独自前往理发店做造型 气质长裙 衬托出依旧纤细的身材 联系文章在片场的模样 让人不禁联想到 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事实上 自上一部作品《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以来 马亦利已经半年多时间没有接新戏了 姐妹俩认认真真的看阅兵 我告诉他们 当年妈妈高一军训时 代表学校参加校方证比赛 我可是第一排那个喊口令 压全对步子的排头兵啊 有时做个爱国主义教育 有时带着女儿散个小步 在马亦利的微博上 总是能够看到一位睿智母亲对女儿们无微不至的爱护 有其如此 再无后顾的文章除了全新到戏 能做的也就是在网上呼应下老婆咯 跟我一起向老兵致敬 不忘 新乐自线总